京都红台电池仍然平行落 是连接侵蚀台湾的纪律并无关 不过红台阴近的偏南气流 加上这几天影响台湾的鸡肉混合 都会影响全台天气不稳定 尤其是中南部的出现又不大好 里头车炎炎 台北市的天气跟变相似的一样 有够热 完全感受不到京都红台为例 在台湾南风海边 差不多370公里的日带鸡起来 在8点专用着京都红台电池 里头车炎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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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公里的海平上 因为一点前21公里速度走向北边 向日本跟韓国方向 直接对了台湾的机会没加高 因为她现在已经在台湾 在台北的东南边的海面上面 而且是持续往北边移动的 所以她的行径方向 其实是逐渐在远离我们 那只是说她还在台湾附近的时候 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 也不在意的是 航台上发一次的偏南气流 又是有够热粉台影响 今天全台湾天气也没有问题 歷史高溫差不多差不多是32到33度 也不過在六個機會加完 尤其是中南部地區有了大雨 也是冰雨的機會 所以起上郊卻對中部地區和現存辦桌 發佈冰雨的地步 主要在今天午後 在中南部地區還有恆春半島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出現一些大雨 甚至是豪雨的狀況 那其他地方在午後 也有機會出現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 起上郊台七平常 除了一時間的大雨 卡瑞公和透鏡空 在山區和卡片華東也要注意到卡水中樓 丹波及巴布海味也要透鏡風加大雨 中央專家要嚴格戒備 有夠這部電部航台大來大雨的起床2-3天 記者綜合報道 海洋拉拉好為什麽受到的嚴重的順暢 早期港洲領域緊急做全面的檢查 立正准體修順的狀況 粗暴的減破可能是航台多有的寬流 造成大風硬的造型 港部局表示在准體安全結局 也沒有機體的減減的報告進程 海洋拉拉好是無限期停船 海洋拉拉好是無限期停船 被破海全體有損害到非常嚴重 有外表來看 如果車路幫整個被打海去 真加班三文字字被大樓 全頭的選槍也沒有去 全沖無分之水 剛才另外跟全公司一台去 就派人理清修順總控 港部局表示 是真的屬過萬一去全體安全檢驗 還沒通過之前 海洋拉拉好無限無限期停船 這個船一定要把這個員員找出來 把設備修理好以後 要回復航行必須要經過 那麼西亞的這個驗船中心檢驗 港部局調查 這隻海洋拉拉好最多可以載530來的人 做一包括工作人員 總共有3、1、7人在前面 並沒有敲宅的狀況 尊重有兩個救生艇 人的救生罰 可以載530來的人 都符合規定 另外如果應官超過2.5米 超過5幾風就必須要停航 不過前一天為馬公出發 只有3幾風 要不然是這麼近中華瓦海時 從應全大處的前面記載不得了 出航之前在馬公 它的氣象是非常好的 是只有3級風 它是符合航行的這種 出海航行的這個天候狀況 港主持人員表示 往應全大時已經形成的第四個風台 外圍環流所引起的東北風 造成很大的風景 在海洋拉拉好今年新清94年的航廠 現在是第四十日的航廠 走路來的航廠是不是較少 還要再進一步變故 記者台中中華報道 關鍵五十塊的料理米酒 行政原本是要提案修法 把米酒從現在的情流酒吸血 改造是料理酒來吸血 以及可以給米酒一罐 是港到二十五塊 這上面是消一罐 沒想到團出了 米國到後面現在沒有人動 透過共同和經濟部表達 反對米酒來降價 他們說如果是台灣也要修法 他們考慮跟世界保護組織來提供 紅瓢米酒一罐五十塊 大概降了四分之一 本來是一個月可以賣到四十萬打 現在大概是三十萬打左右 不過米酒漏價開始出現變速 後來跟美國說關於我們經濟部 歡迎不動以米酒降水 因為有精力酒的米酒 應該跟白蘭地 威士忌相關來吸血 如果我們也要修法讓米酒漏價 會考慮向世界保護組織 WTO來提供 想辦法來說服別人 我想必要是也可以請他們 再來吃吃燒酒機看看 但中標示已經 從頭明天機構來進行調查 調查米酒降水是不是改變 米酒的飲酒習慣 希望化解其他回廣告議論 當時跟鄉親以 提案修法的各位 會持續照片來進行 希望可以盡禁給米酒 可以用健康稍的介紹 為到米酒來做料理 記者等下報道